缅甸北部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米昂来政权的立场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他拒绝了和平谈判,决定派遣88团进军缅北,旨在彻底歼灭同盟军,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米昂来宣布要夺回穆杰港,并绝不允许同盟国据显首土,事实上,他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紧密,俄给予了他大量的军事支持,包括飞机、重炮和无人机,他旨在为剿灭缅北武装准备充分,特别是果敢同盟军,米昂来最近与昂山素季合作,试图平息他领导下的军队,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缅北地区。 尽管我们已经逮捕了缅北四大家族中十个最重要的犯罪分子,但迄今为止,缅甸政府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米昂来还释放了白家重要人员,这明显意味着他想让白氏与中国作战,他并不想将白氏交给中国,而是希望他们返回自己的领土,与国敢联盟军对抗。 白氏的部队有超过四千名全副武装士兵,再加上其他几个世家的帮助,他们有了与联盟抗衡的实力,米昂来的计划是让他们与国敢联盟军开战。 以四大家族的基地为诱饵,吸引联盟国的援军前来,然后利用自己的大军对联军进行围剿。 显然,米昂来试图利用四大家族的力量击溃联军,消灭中国军队,掌控整个缅甸,特别是国敢地区。 米昂来的计划 米昂来对缅北地区的局势变化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谋划,他深知四大家族在国敢地区的重要性,因此打算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组建自己的力量,与国敢联盟军作战。 他相信此举能够吸引联盟国的人员前来支援,然后以自己的大军从外围包围联军,从而迅速击溃他们,通过这样的战略布局,米昂来期望借助四大家族的力量,实现对国敢地区的控制。 米昂来并不全然相信中国,尽管长期以来,中年两国保持着紧密的交往,但他内心始终存在一种对中国的不信任,米昂来认为国敢地区是华侨聚居地,坚信中国政府一定会维护华侨的权益。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中国民众只希望在国外,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国籍的人都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保障权益,不要再出现伤害和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米昂来,米昂来决定消灭同盟军的行动引起了外界的担忧,米昂来试图将四大家族重新引入国敢地区,让他们与国敢联盟军开战,以此牵制联盟国援军,然后利用自己的大军对联军进行围剿。 然而,他在这一计划中不仅仅是鲁莽,更是缺乏长远眼光。俄罗斯最近两个行动,自俄乌冲突以来,中俄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尽管俄罗斯面临着美西方的全方位制裁,但中俄贸易额却不断刷新记录,达到了2000亿美元,这表明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稳固且持续增长。 此外,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俄罗斯之前对中国存在顾忌的项目也得到了推动。 比如,终极乌铁路拉扯了整整26年,由于俄罗斯担忧中国加强在中亚的影响力,一直施压过境的中亚国家。 然而,在去年,俄罗斯终于放宽了对此项目的限制,显示出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参与更加开放的态度。 此外,俄罗斯也开始逐步放开中国参与远东地区贸易的限制。 几个月前,中俄还签署了关于海参与港口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在逐渐加深。 俄罗斯介入缅甸局势引发疑问。 近期,在缅甸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行动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缅甸人民保卫军成为国内政府军的心头大患。 而昂山素季背后,又有美国的支持。 多方势力都有意干预缅甸事务。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也表达了介入的意愿。 俄罗斯与缅甸进行了罕见的海上连演,并表示将加强与包括缅甸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还访问了缅甸,与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宁昂来讨论了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这引发人们对俄罗斯意图的质疑。 缅甸地处马六甲海峡附近,是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大陆之间的重要桥梁, 加强与缅甸的关系有助于俄罗斯进一步扩大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但是,中俄将展开全方位的各领域合作, 包括军事技术交流,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和摩擦,但这无法动摇两国合作的大局。 俄罗斯紧急交付苏30,向缅甸派军援人员。 俄罗斯和缅甸关于苏30战斗机的订单是前两年敲订的, 缅甸一共是购买了六架苏30战斗机,俄罗斯两架一批进行交付。 说句实话,六架苏30战斗机没什么用, 就算去打以前毫无防空的缅北武装, 六架苏30也只能象征性的扔一扔铁炸弹。 现在缅北武装鸟枪换炮,手里有某款单兵防空导弹,以缅甸空军的训练水平。 搞不好苏30开过去,会被打下来。 而且缅甸空军接收这批苏30战斗机以后, 还要花上几年时间进行培训和训练,才能具备作战能力。 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缅甸军政府接收这批苏30战斗机,并不会对当前战局有什么影响。 缅甸对于俄罗斯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尽管俄罗斯有支持缅甸的想法, 但倘若中国表示出明确的反对, 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在中国和缅甸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并不难。 但对于缅甸军政府来说, 他们会把俄罗斯此举视为一个大国对他们的支持。 同盟军心态要崩。 南天门、大水塘、老街, 这三个地点,仿佛是无敌铁三角, 成为了同盟军心头的南啃硬骨头。 在最近的战事中, 同盟军虽然多次试图攻克这些据点, 却屡战屡败。 南天门, 齐威娥的城墙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攻城掠地的重中之重。 然而, 最近的战斗中, 同盟军竭尽全力, 却始终未能突破敌方防线。 大水塘则是一片地理上的南关, 其水势汹涌, 峡谷险峻, 对于攻击方来说是一大阻碍, 敌方巧妙地利用水势, 形成了坚不可摧的自然屏障。 老街, 虽然看似普通, 却是人心所向, 这里有着民众的情感寄托, 是同盟军争夺民心的关键所在。 然而, 敌方却用种种手段将老街军民挟持, 使得同盟军不得不顾虑军民的安危, 难以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 这种心理上的负担, 更是使得同盟军的战事陷入了僵局。 果敢同盟军派出坦克参与战斗, 这无疑对地面战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坦克作为现代战争的主力兵器, 其机动性和火力优势将成为决战的制高点, 老街狭窄的街巷是否能够容纳这些庞大的机械巨兽。 将成为决战的关键, 坦克的出动不仅仅改变了战局, 也凸显了果敢同盟军的决心。 战争不仅仅是弹药飞扬的战场, 更是智慧的博弈, 果敢同盟军派遣坦克, 意味着他们正在转变策略, 试图通过地面控制来左右战局, 这一决策将对整个冲突产生深远的影响, 地面力量的介入, 可能引发更加激烈的战斗, 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其他军事力量。 果敢同盟军成功夺取老街市中心, 对残余敌人展开了猛烈打击, 目前, 白锁城, 白银仓, 魏超人, 魏荣以及温州女婿曹强力正在逃亡中。 果敢同盟军正在全城展开搜捕行动, 决心将这些人缉拿归案。 现在果敢同盟军已经拿下老街, 接下来目前要做好以下几点。 1. 清剿老街城区的敌特分子和汉奸卖国贼。 2. 面对老免战机轰炸, 有必要购买防空武器, 包括防空导弹和肩抗对空打击武器。 3. 迅速组建以同盟军为班底的执法行政机构, 填补市政府管理真空, 恢复生产和百姓生活。 4. 组织同盟军战士和环卫工人清理老街 被炸毁建筑垃圾和其他生活垃圾。